弟兄姊妹平安 信上帝的人罪得赦免 不信的人就已经被定罪 愿恩惠平安 从我们的天父上帝 定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 尊道教会主流存卖 请您在对话框里面 留下您的联系信息 如果您不方便的话 可以这个私信给安德里 如果你不是第一次参加的话 愿神赐福给你 借着圣灵领受智慧的言语 以和平彼此联系 以皆律保持圣灵里所赐的合一 那非常开心 我们在线上又一次与大家相见 每一星期我们都来到线上 因为现在线下不能相见 那么我们都希望能够通过神的话语 跟大家一起敬拜上帝 我在今天早上准备 我们今天早上圣经学习的时候 我在默想 为什么每一天 我们要学习上帝的话语 为什么每一周 我都要努力去准备去教导你们 学习神的话语 我今天早上突然得到一个启示 其实呢 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真相 寻找一个我们生命的真相 为什么我们来这个市场 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 那么我们每一天所接受的各种不同的信息 无论是你从微信里所接受的信息 还是从世界上 游戏中新闻中电视里电影里所接受的信息 谁说的话是对的 谁说的话是错的 我们在过去几个星期里呢 一直在学习圣经里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节 两章经文 而且呢 我们学习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一句话 其实我们一直是在学习世界上的所有的创造 是由我们唯一的真神天父上帝所创造 他所创造的美好 所以我们意识到我们是为他所创造的 那么我们创造之后 为什么到今天会有如此败坏的程度 为什么我们总是活在一些不好的习惯中 总是在不断的犯罪 使我们不能够去按照主的意思去管理这个世界 所以说我们在过去的时间里 如果你是曾经听过耶稣基督的 或者是你是基督徒 或者说你是有别人带领到教会的 我相信你一定听说过复活节的故事 也一定听说过主耶稣基督诞生圣诞节的故事 那我们在过去几个星期里一直在学习 其实在学习撒旦的故事 我们知道耶稣他诞生是为了什么目的 我们也经历了过去我们去敬拜赞美上帝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仔细的去看撒旦 他对于人类的诱惑 第一次的罪是怎么产生的 所以说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 一直在试图学习这样一个这一段经文 撒旦对于我们人类实质的诱惑是怎么产生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去看一下夏娃对于撒旦的回答 那么我们要去看夏娃怎么回答撒旦这个对话之前呢 你们就要想一想当我们面对诱惑 面对谎言的时候 最好的一种方法 我们曾经讲过的 不是你去辨别各种不同的谎言 因为你是无法去辨别的 最好的方法 你就要知道什么是真理 当你有了真理在手 你知道了真相 其他的一切都应证而解了 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叫流言止于智者 所以说很多时候不辨自明 我们还是在先把我们的感谢 给我们亲爱的上帝 通过把我们感恩的心给了上帝 希望上帝能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 我们一起听一下这首歌曲叫 Gay Thanks 感谢上帝 Gay Thanks Give Thanks With a grateful heart Give Thanks To the Holy One Give Thanks Because He's given Jesus Christ His Son Give Thanks Give Thanks With a grateful heart Give Thanks Give Thanks To the Holy One Give Thanks Give Thanks Because He's given Jesus Christ His Son And now Let the weak say I am strong Let the poor say I am rich Let the poor say Because of what The Lord has done For us And now Let the weak say I am strong Let the poor say I am rich I am rich Because of what The Lord has done For us Give Thanks For us Even You are What I am rich And now We will be able to read The Lord has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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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now The Lord has done 教授上帝人都以完全为各样的形式而装备 好 谢谢你 那我们接下来一起再读一下起应经文 我来读起部分 大家可以打开脉 一起来跟读应的部分 过犯得赦免 罪恶蒙羞的人有福了 额和华不算为有罪 内心没有口大的人有福了 让我们一起来读 我闭口不是这个时候 一周日是人而行 我闭口不是这个时候 谁眼爱人 谁手压在我身上 我的精力耗尽 都同意价值残害 我向你沉明我的罪 不隐瞒我的恶 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我们一起来读 为死而转千千成 从人都顺利可寻找的时候 将你到 下属于其他的时候 必不留意到他 你是我强生之处 你必保护我 我必须得救的 让我 非常感谢你们 那我们把接下来的一到两分钟时间 安静我的心 交通给我们的上帝 静默向上帝忏悔祷告 在过去的一周里面 我们做过哪一些行为需要忏悔的 我们起过哪些恶念需要上帝来圆怨我们的 我们把这个交通给上帝 求他的怜悯 你希望他能够去给我们更多的恩典 用他的智慧带领我们前进的脚步 我们安静下来 把心交通给上帝 向他进 在心里面默默向上帝 忏悔祷告 我们这天正父 众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真的感谢你的怜悯 原原我们这一群罪人来在你的面前 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每一天的脚步 也愿你赦免我们 我们曾经做过的 和将要做过的一些罪 希望你能够去给我们极大的恩典 让我们今生活在你的意愿里面 让我们所活的都作为你的见证 也愿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 求你带领我们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求你与我们同在 以上祷告奉 我祝基督 耶稣名求 阿们 好 我们先今天呢 看一个中国的成语啊 叫 福祸相依啊 有些时候呢 当 怪事发生的时候 有很多好的事情 其实已经在孕育其中了啊 福祸相依呢 中国还有个俗语叫 赛翁师嘛 焉之非福啊 那福祸双依这一个词呢 是来自于道德经 道德经这样说的哈 获兮福之所依 福兮获之所福啊 所以当 无论是当你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地的时候 你总是在试图寻找着事情的真相 真理 其实就在你心间 不要去听别人怎么告诉你 也不要在意别人怎么评判你 因为这个事项只有一个人 可以去评判你的对错 决定善恶 那就是我们的前夫上帝 别人说的话 其实都不足以影响你对一件事物的判断 更不能影响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啊 所以说真相真理就在你心间 你的心交通给上帝 求上帝带领你看到事情的本相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很多时候当坏事发生的时候 好多事情在其中越狱 那为谁准备的呢 圣经有这样句话说 所有的坏事都是一些好事的开端 因为上帝总是把撒旦原本邪恶的目的 转化成为信他的人的好的结果 所以说你们现在已经很多同学放假了啊 那么在家里期间呢 好好整理一下在过去学校中 这一年来所做的一些事情 那么在接下来新的学期里面 怎么来去面对你的人生 我们很多人在工作 那么在这样一个季节里面 孩子们放假在家里面 怎么带领你的孩子 还有你的朋友 包括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 寻找着上帝的真相啊 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两节经文 四期的真相 从圣经的原文里来看一下 什么叫有福 什么叫有祸 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 要有福 为什么我们不传福音 反正就是有祸啊 我们请一位来读一下 格林多前书的九章十四到十五节 然后再请另外一位读一下 格林多前书的九章十六到十八节 103 Stephen 谢谢 主也是这样命令 要传福音的人靠着福音养生 但这权力我全然没有用过 我写这些话 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 因为我宁可死也不让人 使我所夸的落了空 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耀的 因为我是不得已的 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 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 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给我了 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 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 使人不花钱得福音 免得我用尽了传福音的权力 好 谢谢你啊 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 很多教会要求自己的会众奉献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传福音 他有权力要求对方听福音的人 能够帮助他 因为他可以靠福音养生 但是保罗这里又教导 仅仅是为了让会众的捐献 而养活自己 这反而是错误的 因为保罗说过了 他宁肯死也不可让人 使他所夸的福音落了空 让别人所利用 所以说保罗说 他传福音原没有什么可夸耀的 是他不得已而已 为什么 因为他成为上帝所拣选的 要传福音的这样一个 器皿 他就要做这个事情 如果他甘心做这个事情 就一定有属天的赏赐 如果他不心甘情愿 又肩负了上帝的责任 那么他就一定是有祸了 所以说保罗说 我传福音的时候 使人不花钱得福音 免得我用尽了传福音的权利 大家知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 他是一边支帐篷 一边传福音的 没有说等着别人奉献给他 再去传福音 我们的尊道教会也是一样 我们也没有要求你们去奉献 也没有教求我们的会众 去捐赏多少钱 我们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甚至前面说要对于 经常自己的生命到年底 有重大改变的人 还有对教会做出重大奉献的人 贡献的人 我们在年底会有个奖励 但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于我们自己 我们不是要夸耀自己多么伟大 我们想告诉你 我们在这里所教导你们的都是希望你能够去听见上帝的福音 我们免费传这样一个福音给你是希望你讲这个福音也传递给别人 在这张PPT上有两个图片可以看到 在旧约的时候 大家也面临着两个选择 一个是遵守实践走向天上帝所赐给他的一个美好的应许之地 一个是不遵守实践跟随撒旦走向灭亡 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刻着石头上的律法 这些写下来的文字 其实都没有能够让以色列人的回转 是带领他们走向应许之地 连摩西自己最终也没有到达应许之地 可见我们靠着律法 靠着写在本质上的文字上东西 靠着我们自身的肉体 是没有办法到达上律 所给我们应许的美好的应许之地的 唯有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讲我们的老我一同致死在十字架上 通过受洗成为新造的人 在灵里面分别为异 才能够去走向新生 这是我们重点要去记住的这一个事实的真相 我们接下来来听一首静白歌曲 叫This is the day 这就是那一天 每一天都是上帝美好的创造 在上帝所创造的每一个美好的一天里面 希望我们都能够去做出主所喜悦的事情来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We will rejoice As we lift His name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Come and rejoice We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Whether the sun will shine Whether the skies will rise I love the cheer And this is the day You've made Whether in life or death Whether in joy or pain I know the truth remains That this is the day That you've made This is the day Come and sing your praise For the Lord now reigns On the throne of grace Soon is the day He will bring us home And we have this hope For we are His own Whether the sun will shine Whether the skies will rain I know that you are good And this is the day You've made 好 谢谢啊 我们再读今天要学习的这一段经文 也就是创世纪的第三章 第二到三节的时候呢 我们再重新一起来 把创世纪的第三章一到七节 这两部分经文重新一起回顾一下 我们再请两位同学和两位弟兄姐妹呢 不同的人来读创世纪的第三章一到三节 和创世纪的第三章四到七节 耶和华上帝创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走受更 狡猾 狡猾 蛇对女人说上帝 启示 启示真说 你们不可以吃园中任何树上所出的吗 女人对蛇说 云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 但是云子中间那棵树的果子 上帝曾说 你们不可以吃 也不可以摸 免得你们死 好 谢谢啊 我们再请一位读一下这个第四到第七节 Iris 谢谢 Iris 我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开了 你们就像上帝一样 知 善恶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好作食物 又愿人的眼目 那树令人喜爱 又能使人有智慧 她就摘下果子 摘下果子吃了 又给了与她一起的丈夫 她也吃了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开了 直到自己赤身露体 就编织无花果树的叶子 为自己做成裙子 好 谢谢你啊 我再强调一遍啊 当你们星期六参加英语的圣经学习 和参加星期天的我们中文的敬拜 每一次参加重点要记的是圣经的原文 上帝的教导 他是怎么说的 如果你们对于我所解释的有不同的意见 就可以私信给我 我们在私下交流啊 如果说是你觉得我讲的是让你更好的理解了 或者有什么不理解的也都一起告诉我 但是重点是最好是能够寄送我们所学习的一些重点的经文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的第三章二到三节 夏娃对于蛇问他问题的回答 这里面有两部分 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 上半部分呢 上帝的原话与答复是有出入的 那么下半部分呢 上帝的原话与答复也有出入的 在这里你可以注意到啊 我在写的是英文版本的部分 为什么说的 如果你手里有中文版本啊 我不管你是合格本也好 或者什么本也好啊 但是他的翻译呢 和ESV的版本呢 是有一点不同的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创世纪的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 上帝当时把这样一个命令 告诉亚当的时候 上帝这样说的 每一棵树上所出的果子 你当然都可以吃 但是什么对吧 那在创世纪的第三章二到三节里面呢 夏娃的回答说 我们可以吃树上的果子 但是啊 我这里面重点把两个字标大出来 一个是你 一个是我们 为什么呢 当这个上帝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的时候 夏娃还没有在呢 所以说上帝说这话的时候呢 不是直接对夏娃所说的 他是对亚当所说的 那亚当重复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我相信亚当一定跟夏娃说 我们都怎么样做 所以说夏娃在回答的时候说 我们从表面逻辑上来看 夏娃的回答是没有问题的 但实际上呢 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句话 不是夏娃直接从上帝那里 得到了直接的命令 而是从亚当这里得到的一个信息 他不应该直接回答撒旦的话语 如果说说我们是夏娃的话 我们最好的回答 首先说你是一个堕落的天使 我不要回答你问我的任何问题 因为我们没必要跟你去说话 对不对 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 往里一店员的 你不要跟我说话 最好是这个方法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回答的话 那你应该怎么回答呢 你说上帝给亚当的命令 请亚当来回答你的话 那这样来讲呢 夏娃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说复述亚当所给他说的话 时候会复述错误啊 所以说这里面说 我们可以吃数量的果子 那么就给他撒旦一个机会 知道夏娃是想来直接给他对话 那在这个一个时候 刚才我们讲了 女人是男人的帮助者 当外界有些问题的时候 撒旦来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自然的夏娃就应该把这个问题给到亚当 让亚当来回答撒旦这句话 可能今天的结果就不同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半句啊 英文的部分和中文的部分啊 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十七节 上帝这样说的 但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啊 这个我加了上的果子 因为呢圣经的原文ESV上面 没有说果子这个词啊 就只说树 但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们不可以吃 因为你们吃的那天 必定死 上帝说的非常的清楚啊 你看他英文原文也是这样的啊 那夏娃回到中文这样说的啊 但是源自中间那棵树上的果子 上帝曾说 你们不可吃 也不可磨 免得你们死 那大家看他这个有什么回答 和上帝的原话有什么不同呢 上帝是说 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分别善恶树说的非常清楚 哪棵树分别善恶树 吃了之后会怎么样 那一天就会死 那夏娃的回答呢 说源自中间那棵树的果子 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呢 因为源自中间有两棵树 一棵是分别善恶的树 一棵是生命之树 那么当夏娃回答 撒旦这句话的时候 他没有把源自中间那棵善恶树说出来 又给了撒旦第二次机会 知道是可以去诱惑他的 因为他第一个附属不清楚 第二个他自己的位置不清楚 第三个他的重复的内容又不清楚 说明他对于上帝原来这个命运 理解的不到位 说当你们去回答别人的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自己回答的是否第一手资料 如果你回答对方的问题 不是第一手资料的话 一定说我回答的问题是出自于谁谁谁谁 对吧 或者说当别人问你一个问题 你回答的时候 这个问题你没有占有第一手资料 你是从网上看的 从父母身边听的 从你朋友嘴里听的 从你见识过的 别人的文字的 你都应该说 别人怎么说 谁谁怎么说 从哪里得到了 把这个原话引用 告诉别人 这不是你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回答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准确 在美国我们以前呢 我有个律师啊 当我们上法庭的时候 律师跟我说 法官问你什么话 你就答复什么话 千万不要给他回答一堆话 大家现在这个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所受的教育啊 我们通常就会说 你要给对方解释清楚 其实有些时候 当你别人问你一个问题 你越解释越乱 你解释的越多越产生混淆 你倒不如直接就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说当当年那个律师告诉 去上法庭的时候就说 法官问你什么问题 你就回答他什么问题 跟这个问题无关的话 不要说 说多了 只能给你自己带来麻烦 在这里我们看到 撒旦去问夏娃的时候 夏娃回答撒旦的话 这句话呢 就不准确 他没有把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这个善恶树 说出来 而只是说 园子中间那棵树 可能他和撒旦 心里都知道指的是善恶树 就像你在跟别人说话一样 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情 以为对方知道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对方知道 你就不讲 你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了 才会避免产生弃异 这第一点 第二个呢 也千万不要增加一些 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以免呢 产生流言蜚语 你像在这里面 夏娃回答的说 上帝称说你们不可吃 也不可摸 那也不可摸这句话 上帝从来没有说过的 那我也不知道这句话是 夏娃自己加上去的呢 还是亚当传话的时候就传错了呢 我们不清楚啊 因为我们不知道亚当与夏娃的对话啊 但这不管是亚当传话传错的 还是夏娃自己加上去的 都不应该加在回答对方的一个问题上 因为你加上去的东西并不是事实的原来的部分啊 所以我们说当回答问题的时候 你知道你不 你不是第一手材料的时候 最好请第一手材料拿出来 要么你就引用第一手材料原原本本的引用 要不你就请第一手材料的人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啊 千万不要增加自己的问题 就我们传福音有些时候呢 我们也要注意像别人传福音的时候 千万不要加上一些东西啊 美国有一句话啊 很多教堂就这样说 我们只有靠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 任何东西加在耶稣基督上的都是不对的 任何东西从耶稣基督减少的也是不对的啊 我们说争一分就太瘦太肥 减一分就太瘦就恰恰好啊 恰恰好其实就是事实的真相啊 我们再看免得你们死 免得你们死和上帝原话说 你们吃的那天必定死也有不同的 因为上帝所说的你们吃的那天必定死是说 你吃了这个善恶树的果子那一天 你的灵命就死了 你跟我就分开了 你就不能够再继续活在我的这样一个灵命里了 是这个意思 但是夏娃理解呢 就是说可能他的现实的生命 也可能他理解都是两个都有啊 我们不清楚他自己怎么说 但是免得你们死这句话和上帝说的那天必死呢 还是有出入了 所以你看他这里面 夏娃的回答中有出现过这么多的漏洞 那么接下来撒旦就找出了很多的机会来去诱惑他啊 我们在这个上周的时候学过啊 有四个单词 一个是罪 一个是这个心啊 那么罪的话呢 总是在你的心旁边 伺机而动啊 干什么呢 就抓住机会啊 来去诱惑你 抓着机会 让你产生混淆 那一旦你被他抓住机会呢 罪本来是没啥事的 结果他就活起来了 因为你受了他的引诱呢 你呢就犯了罪 你就成死的了 所以说我们上个礼拜学的这四个单词啊 就是要记住啊 一个是这个 伺机而动 cease opportunity啊 第二个呢就是produce capitaness啊 然后呢就是说是alive 一个是死啊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 律法与罪的这一部分 我们上周也学的啊 罗马书的第七章 七到八节 我们请你来读一下这几经文 贵与末 201贵与末 谢谢 是我吗 对的 这样我们要怎么说呢 对法是罪吗 绝对不是 但是若不是 嗯 急着律法 我就不如 何为罪 若不是 律法说不可贪心 我就不 我就不知何为贪心 第八章 然后 用这机会 急着 借命 使各样的贪心 在我 里头发动 因为没有法 因为没有律法 对是死的 嗯 好 谢谢你啊 那这句话对你们来可能比较深了 我们给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 当你们放假之后啊 父母说 你呢 就是 千万不要打游戏啊 你如果打游戏的话 我就把网给你断掉 那以前呢 我就听说个一个故事啊 虽然父母把他的网给他断掉了 但他还是同意要打游戏 你们知道他怎么打的吗 因为父母说 他要把网给他断掉 所以说呢 他就趁着有网的时候 下载了很多单机游戏 那么他还是同意要打 所以说 我们看罗马书啊 其实在几千年以前都已经说过了 罪总是借着律法 抓住机会 使你发动 心里面发动一些贪念 从而呢 使你犯了错啊 就像刚才讲这个打游戏这件事情一样 本来你可能打游戏嘛 然后呢 父母说你不要打吧 然后你就是跟父母 要不就打 要不就不打 对吧 你还有点害怕 觉得父母总会监督你 但是因为父母说 我会断了网给你 然后呢 你其实就因为这样一个规定 罪就在你里面发动 说啊 父母要在什么时候去断网 那我就要在什么时候之前呢 下载一些单机游戏 不需要网络的游戏 所以说你看 罪就借着这样一件事情 在你心里发动 使你产生一些念头 从而犯了罪啊 最终可能你要有一天 被你父母发现的时候 也会有很大的麻烦啊 那么怎么来去面对 这样一件事情 撒旦老是在我们心里面 刺激而动 老想让我们犯罪的话呢 我们今天有两点啊 一个呢 就是时刻准备着啊 因为他总是在我们旁边 老想着去诱惑我们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要依靠基督啊 只是依靠基督啊 唯有依靠基督啊 我们看在左上角啊 有一个盔甲 你要想着去跟别人打仗 你不穿盔甲 是很容易被别人所攻击的啊 你看那个 我们有一句话叫武装到牙齿 我们这个盔甲上 你看他把自己保护得非常好啊 我们时刻着准备着 要给撒旦去作战的时候 你一定要武装自己 时刻准备着 然后呢 你手里的武器 就是耶稣基督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圣经里具体的经文 为什么我们要时刻准备着 我们请一位来读一下 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八节 602 Catherine 谢谢 要有清醒的头脑 要警醒 你们的仇敌 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 到处游荡 寻找可以吞吃的人 好 谢谢啊 我们再请一位读一下 罗马书的第七章八节 三灵谷 月同 谢谢 但最通过 使命 戒命 戒命 抓住机会在我身上 产生了各种 贪婪 贪婪 因为 有律法 所以是死的 好 谢谢你 为什么我们要时刻准备着呢 因为呀 我们的心 在我们这个 每天跳动的时候 魔鬼就像 吼叫的狮子 在我们心里旁边 走来走去 到处游荡 寻找着机会 啥时候 得着机会 就把我们吞吃了 这彼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要时刻的警醒 防止这个罪啊 来去抓住我们 这第一个 为什么我们要准备啊 那么第二个的话 那我们怎么准备的话呢 因为既然魔鬼这么厉害 他每时每刻都想着去攻击我们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三节经文啊 如果是你们有可能的话 把这三节经文都背下来啊 随时随地的拿出这些经文来 去跟撒旦做斗争啊 我们先看一下买到复印的第五章八节 请预备来读一下 806张晴恩 可以吗 可以吧 但是我不会啊 好 你不会我 我来念 你跟我读好吗 好 马太福音五章八节 妈呀 一章八节 心地纯杠的人有福了 心地纯杠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赚 conoscold 谢谢你啊 那有些时候我们说 大人呢 去教会 去了很多年 结果呢 他们都没有信基督 还有一些时候呢 有些人去教会 今天信基督呢 明天又 失败了 为什么大人总是不能够去 像孩子们一样 听见了福音 马上就接受了呢 因为我们通过这个世俗 我们的学习 我们工作 很多时候 我们的心已经被玷污了 我们没有像孩子般的纯洁 所以说 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八节说 心地纯洁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得见上帝 基督也说过 如果你的心不像孩子般纯洁的话 你是不能到我身边来的 所以说 你们今天呢 能够听到这一段经文的孩子们 你们是有福了 因为你们心地纯洁 因为你们必得见上帝 我们再请一位读一下 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六章十三节 207 Mark 谢谢你 哥林多前书要 警醒 要警醒 在人 信仰 信 让得 要站稳 要站稳 像男人一样行 是 要 刚强 刚强 谢谢你啊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节经文说 要警醒 在信仰上 要站稳 像男人一样 行事要刚强 我当时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就怀疑啊 为什么亚当在伊甸园里这么久 撒旦从来都没有去攻击过他 也没有去诱惑过他呢 一直要等到 女人出现之后 才去诱惑 下娃 而不是诱惑他呢 所以我 自己想啊 可能 当时 亚当 他是比较刚强 那撒旦一看 亚当 他没有机会 所以说他等啊 等啊 一直等到 下娃的出现 他觉得 机会来了 来去诱惑 下娃 所以说 作为男人 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要 好好的 谨守耶稣基督的教导 站稳脚跟 啊 要刚强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佛所书的第六章 十到十一节 再请一位来读一下 307 赵灵然 谢谢 老师是读以佛所书那一阵吗 以佛所书六章十到十一节 好的 以佛所书六章十节到十一节 最后要靠着主和他大能的力量 坚强起来 穿戴上帝的全副开 就有可能抵挡魔鬼的计谋 谢谢你啊 保罗在以佛所书的六章十到十一节 告诉我们 我们靠自己 是没有办法 在信仰上站稳脚跟的 我们要靠着主 我们的上帝 创造我们的主 他的大能和他的能量 使自己坚强 那么怎么能够靠着他的大能 他的欲望来坚强呢 当然我们通过祷告了 靠上帝的带领了 对吧 那表现出来像什么呢 就像我们穿上了上帝的全副的盔甲 就像刚才我给大家看的像图片一样啊 你把自己全身的都武装起来 然后的话呢 你就有可能抵挡魔鬼的计谋啊 保罗没有说你百分之百会没有问题 没有这样说啊 为什么呢 即使是你把自己全部都武装起来了啊 你看那个盔甲啊 全部都武装起来了 魔鬼撒旦还是有机会要攻击你的 所以说保罗在这里说的很清楚啊 靠着主和他的大能的力量肩肩起来 穿戴上帝的全副盔甲 你就有可能抵挡魔鬼的鬼 你想象一下 如果全部就没有靠着主和主的大能 你就更不能坚强 如果你没有穿上上帝的全部盔甲 你就更有可能受到撒旦的魔鬼 像我们这些基督徒 要想着每一天活在上帝的话语里 都有可能被魔鬼撒旦所攻击 那你想一想 你们家里 你的朋友 你身边的人 他们没有用上帝的话语来装备自己 那他受魔鬼撒旦的攻击的几率就更大了 那么他失败的几率 当然也更大 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 我们要学的是神的话语 要最好是能够背诵神的话语 一旦撒旦来去攻击你的时候 如果有别人来攻击你的时候 马上把自己的经文背诵给他听 不能背 就拿出你的圣经来 给他看 用上帝的话语来抵挡他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六节 为什么说要靠着上帝的大能 就有可能抵挡着魔鬼的诡计 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或者靠着老师的教导 或者靠着某一部书和某一个名人呢 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六节 请一位来读一下 他不会读 你不会读我来读他跟我读好吗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 耶稣对他说 耶稣对他说 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道路 真理 又来了啊 真理 真理 生命 生命 若不借着我 若不见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谢谢你啊 这里耶稣所说的 他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如果不过通过他呀 没有人能够去到上帝的 来到上帝的面前 因为每个人都犯了罪啊 我们不圣洁啊 没有办法到上帝那里去的 就像你想象一下 当你去过河的时候 如果没有桥 也没有船 你几乎是很难去过去的 特别河面很宽的时候啊 当你说游泳河里面 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啊 所以说当我们说 要靠着主的大能 依靠着耶稣基督的时候 耶稣他自己就说 他就是道路 是真理 是生命 我们在今天开始学习之前就说过了 我们学习圣经 重点是要发现真理 什么样才是真理 我们去听从了很多不同的教导 在家里面 我们听到了父母的教导 在社会中 我们看到了社会的教导 国家的教导 老师的教导 朋友的教导 但是所有的教导 最终我们都要回到唯一的真理上 也就是耶稣基督这里啊 那么来看一下 耶稣基督他是怎样抵挡撒旦的试探的啊 撒旦一开始的时候 在伊甸园里面 试探了亚当和夏娃 我们都知道了啊 亚当夏娃失败了 而且夏娃的回答呢 也让撒旦有计可乘 但是呢 撒旦同样也用类似的计策 去试探过耶稣 那么撒旦是怎么去试探耶稣的呢 那耶稣又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马太福音的第四章一节 和第五到七节 我们请这个 延起光来读一下 马太福音的第四章一节 和五到七节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 叫他站在圣殿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就跳下去 因为经常记着 主要为你的命令是 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 经常记者不可 是参主你的上帝 好 谢谢你 我们看撒旦又用了 对付夏娃的同样的方法 用一个问句 而去取解一个事实 为什么呢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 你说 当时魔鬼带着耶稣到了圣城 他很清楚 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 他就说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 你证明过来看 你跳下去 你就告诉 我就相信你了 而且他又引用了上帝 在圣经里启示的一段话 说你看 经常记载着 就是说 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 你展示过来看 为啥你要展示过来看呢 因为圣经有这样说过的 如果你对圣经不熟悉 就很容易被别人带偏 为什么你们一定要记住 圣经的原话 为什么你一定要记住 不同的圣经 对应的一个真理 因为撒旦会通过这种方法 来去攻击你 就像在这里一样 魔鬼就对耶稣说 圣经是这样说的 如果你是真的是的话 你就表现给我看 耶稣怎么回答的 也就是说 经上记者 不可试探主 你的上帝 我就是上帝 我就是上帝的儿子 你不能试探我 你看 耶稣的回答 和夏娃娃的回答 完全不同 为啥呢 第一 耶稣没有说 我说的 耶稣说 经上又记者 撒旦说 经上记者 你要这样做 耶稣就说 经上记者说 你不能这样做 以笔之谋 攻击之盾 这一招就厉害了 所以将来 如果有人攻击你的时候 有人怀疑你的时候 有人试探你的时候 也要像耶稣一样 对方是拿了一段经文 来告诉你 应该怎么样 但是呢 你要拿另外一段经文 告诉他 不是这样的 那么 耶稣是拿了哪一段经文呢 我们来看一下 生命纪的第四章 十六到七节 十六到十七节 这两节经文 就是耶稣 回答撒旦的这节经文 我们请一边来读一下 Lisa203 谢谢 你们不可试探 优华 你们的神 像你们在 马撒那样 试探他 要谨慎 遵守优华 你们上帝的诫命 和他所吩咐的法度 烈烈 好 谢谢你啊 你看 耶稣就引用了 圣经里面的这一段话 说 你们不可试探 耶和华 告诉撒旦说 你不要跟我说了 你说是不对的 因为上帝有这样说的 所以说 我们如果靠自己 注定要失败 我们如果靠圣灵 已经得胜利 不是说可能会胜利 因为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受难 受死 三年后又复活 就已经得了胜利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就在这个胜利里面了 所以说 我们要靠着圣灵 另外你看使徒行传 也在这样说的 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 我们请一位来念一下 黄启超 可以吗 黄启超 谢谢 除他以外 别无准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好 谢谢你 使徒行传在这里 经文说 除了耶稣基督之外 没有谁可以得到拯救的 因为在天下人间 只是赐下了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我们后面会学到 这个诺亚方舟的故事 当天降红雨的时候 只有诺亚方舟上的人 才得以活命 我做了一个图片 你们应该比较熟悉的 我不知道这是哪个游戏里面的 当猛兽 来去攻击这个人的时候 你看他就拿出这样一个力量 来打击他 所以说撒旦攻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要拿出上级的话语 这束光来直接打击 撒旦的心脏 这样的话 他就不能够去攻击我们了 你看这个野兽看似很凶恶 其实他没有那么强悍的 只要我们有上帝的话语 就一定会打败他 而且耶稣已经证明给我们看 我们已经打败了他了 好吧 那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说耶稣已经打败了他呢 西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九节 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请一位来读一下 四零四李新宇 谢谢 我读见那成为正式比天使微笑的耶稣 因为受了死的痛苦 得了尊贵荣耀的位观 冠冕 冠冕 好使他因着上帝的恩 为人 人经历了死亡 好 谢谢你啊 上帝造人的时候 人都是比天使稍微微小一点的 所以说亚当当时在伊甸园里面 受到撒旦攻击的时候 亚当也是比这撒旦是稍微小一点 他失败了 但是多少年以后 耶稣也是造成一个道生肉身 比天使稍微小一点的 就说明他没有这个 当时道生肉身的时候 肉身呢 就没有这个撒旦这么厉害 但是呢 他经历了死的痛苦 为我们这些本应该受死的人 经历了这个死的痛苦 从而他得到了荣耀的冠冕 因为上帝的这样一个爱我们的救恩 为我们经历了这个死亡 从而使我们呢 能够有机会得到了永生啊 我们靠什么都不行 只能靠耶稣去读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想有五分钟时间呢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啊 这首歌曲呢 我曾经在教会里听到我们呢 我和我太太呢 都热泪盈眶的啊 因为真的是说得非常好 我有中文字幕在那里啊 希望你们能够真的用心的 静下心的去听一下这首歌曲啊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歌曲 Hallelujah All I have is Christ Hallelujah Jesus is my life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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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us is my life Now, Lord, I would be yours alone And this, O home, I see The strength to follow your prayers Could never come from me Oh, Father, use my ransom blood In any way Oh, Father, use my ransom blood In any way you choose And remember my soul Forever me My only choice is you Alleluia All I have is Christ Alleluia Jesus is my life Alleluia All I have is Christ Alleluia Jesus is my love 好,那这个是今天的结论啊 我们学的内容是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24到25节已经说过了啊 因为凡血肉之躯的尽都如草 它的一切荣美 像草上的花 草必枯干 花必凋谢 唯有主的道 永远长存 这话就是传给你们的福音啊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尽到教会来听从神的话语 知道为靠基督 主的道 永远长存 那我们接下来这一星期的应用呢 大家对照着圣经啊 以历史为鉴 洁净自己的心灵啊 要用圣经的话语来装备我们自己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应用 那接下来时间呢 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啊 让我们心安静下来 愿神赐福给你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 众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真的感谢你的大能 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力量 带给我们的怜悯 愿你的恩典 赐给我们每一位参加现场敬拜的弟兄姐妹 也愿你竭尽我们的心灵来在你的面前 接受你给我们的专备 使我们成为你的见证 让我们的荣耀都归于你 一切颂赞都归于你 求你继续带领我们 在接下来的一星期里面 能够活在你的话语里面 以上祷告奉 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阿们 谢谢 谢谢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you